我們的民進黨 無法無天的啦 沒在屌各位的啦 這是我以下要你們看清楚的 吳思瑤 你真的很幸運 成也柯文哲 敗也柯文哲 最好的正道就是 不要再搞司法 好好立法 對於任何一位專業的女性 進行這種誤化 感到非常的遺憾 我們給你最強大的奧願 那我也有感而發 我想簡單講幾句話 最近有我們的媒體同仁 因為勇敢的揭秘 努力的去報導 那對於柯文哲案 勇敢的去做媒體人該做的事 該做的事 好 我們一定要解析他這個話 他說最近有媒體呢 公正的報導 勇敢的 努力的 你知道你在講什麼嗎 他犯法耶 他 他要由NCC來辦他 因為這是一個假訊息 因為北檢否認 對不對 他NCC在幹嘛 NCC在幹嘛 第一 這可以這樣幹 好 第二 他跟北檢他寫出來 大家最近都在討論這個東西七年 他進了七年你說是他的努力 這是他的職責 你在支持 把手 伸到 北檢裡面 這個叫對的 我快暈了耶 我以為你們 會讓台灣人認為 這種事情 如果是違法的 我們民進黨不支持 勇敢的揭蔽努力的報導 原來可以 我真的服了 不是買票是換票 不是走私是超買 不是違法 是勇敢努力的揭蔽 他把一個 這個大家看了 你在侮辱台灣的司法 偵查不公開是違法 你說這叫勇敢的揭蔽 我真的是 然後你現在把柯文哲壓在 土層幹頭所吃土 然後讓我們人民 覺得說這是司法公正 我再講一次 法律 有這樣子的嗎 民進黨的法律 真的跟我們台灣 老百姓的法律 長得不一樣嗎 偵查不公開 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他影響了司法 判決的公正 他還說民進黨團喔 聽清楚喔 也就是說他們民進黨 支持 繼續 只要嫌到柯文哲 你們媒體用力罵 用力抹黑 用力跟檢調拿資料 我們民進黨支持你啦 放心啦 放心啦 只要是繼續罵柯文哲 對民進黨有利的事情 放心 我們民進黨全力奧援 所有的媒體朋友 該講就講 該罵就罵 該抹黑就抹黑 該栽贓就栽贓 該繼續跟檢調拿資料 不用怕 繼續拿 繼續出來講 加油天助 史無對政 我們再來繼續上演 這是台灣的司法 這是台灣的民進黨 這麼幹可以 我以為 你要臉 我以為你會說 我們當然不支持 我以為 因為這違法 錯了 我錯了 這就是 看看他多開心 這就是民進黨掌握司法 掌握媒體之後的嘴臉 今天是2024年9月11號 司法已死啊 我跟台灣人講 司法死掉了啦 這種話都敢說 那這樣 以後任何一個人 你都可以栽贓 嫁禍用媒體的 我們攔都攔不住 法律在你面前跟你們的狗屁一樣 看那個嘴臉 他還鼓勵所有媒體繼續講 這樣說 他努力啦 勇敢的揭蔽啦 這樣子啦 可以這樣子喔 今天 我看了我真是暈了 唉 這個你怎麼跟他玩啊 大家想一下 你怎麼跟他們玩啊 接下來的 2026、2028年選舉 你怎麼跟他們玩 這個媒體喔 80%都撩到去 你怎麼跟他玩 到時候 民進黨的都歌功頌德啊 別的黨的都去死啊 哇 這個有夠誇張啊 他們要真的做到那種喔 黨 你就親眼做給你看啊 黨 媒體 媒 剪 剪掉 三位一體嘛 然後你看他 他沒有在否認的耶 他不否認的耶 他就讓全台灣人說 我們就是在一起啊 怎樣 就這麼超明顯耶 是噁心啊 這個大家對司法會信任喔 我也是暈了啦 然後到現在呢 你也沒有把他 叫這個記者回去問 是哪一個人提供給他資料 那也難怪 人家 全民進黨就講了嘛 我們全力支援他嘛 意思就是說 欸 警察官 剪掉 你試試看沒關係啊 而且 這種事情是私底下的嘛 沒有 他把他辦在檯面上 我們民進黨支持他啊 喔 誰敢 誰敢辦他 誰敢 誰敢 調他 去看看 這個他媽的 這樣的法律 你把柯文哲壓起來 這樣的法律 這不是 司法在破壞 這他媽的 這是什麼 擺在你眼前 演給你看啊 沒 沒 沒在跟你遁的啊 你這不是司法破壞 這是什麼啊 檢察官放消息 記者 他媽的大辣辣 跟全世界講 然後 民進黨 直接 開記者會 直接說 對啦 我就支持他啦 三位一體耶 直接搬上檯面 各位台灣人 我 我沒有在跟你演的 老子就是這麼做 我賴清德 就這麼幹 天啊 台灣未來真的是 煩惱 我真的煩惱 哇 這樣真的太阿拔了吧 我以為 他們會閃這一題 我真的以為 因為這個太明顯了嘛 我以為 他們會 不敢講話 我錯了 底氣十足啊 你跟我講一下 你 你 你各位 你就在 自治民進黨的人 我東西都拿給你看了 你認為 一個國家 這樣可以嗎 你認為 一個法律 是這樣子玩的嗎 真的嗎 超共產黨的耶 共產黨嘛 就人民說 你違法啊 什麼違法 我就是法 我們全黨 全力支持這個記者 繼續這麼幹 而且跟現場所有記者講 欸 你們繼續要這麼幹啊 可以這麼幹嗎 哇 這哪門子的司法正義啊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歌皮膚的 歌曲 是 歌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